嗨 大家好 我是大阿沛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我的 保養的愛用品的更新 然後影片一開始 我就忍不住 我一定要離題跟你們說一下 我的這個彩色眼線 我最近真的超級超級愛這個是KATE的彩色眼線一筆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月底的彩妝愛用品應該會出現 我再跟你們詳細的介紹一下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顏色 這個是一號 好 那我們就進入正題 要講保養品 為什麼這個時候我要更新保養品呢 因為最近的天氣變化很明顯 台南現在白天有時候就會超過30度 然後太陽那個曝曬真的很可怕 我會在我們家的陽台就中暑 因為真的太熱了 然後我現在皮膚狀況就是 我是乾肌嘛 被太陽曬到阿 以前在台北很少這樣 就是會被太陽曬到 這個這個顴骨的地方 會紅紅的 然後就起一粒一粒的疹子 然後就會乾癢 然後第二天就會有一點小脫皮 最近呢 有非常非常熱愛的保養品要跟你們分享 主要就是針對保濕阿 然後鎮定這樣 那一開始呢 要講一個 我也不知道跟保養品有沒有關係 就是 這個 這個是那種洗臉精擦臉精 然後我是把它用在 就是我洗完臉之後把臉擦乾 那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非常對不起你們 所以我把它用完了 所以我現在沒有東西可以給你們看 可是我已經又回購了 就是錄這個影片之前 我又馬上要回購 拿這個管子是要給你們看 它裡面是那種像捲筒衛生紙的那種 然後它有虛線 你就可以就是抽一張出來把它撕開這樣 那這個擦臉精呢 我覺得它一方面就是因為它的包裝很方便 就是有一點類似半抽取式吧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大小 我覺得非常剛好 它的尺寸阿 我真的很後悔 我沒有留一張給你們看 可是因為我真的用得很快 我真的太愛用 它的尺寸就不是很大 可是呢 把它臉擦乾很剛好 然後它的那個布阿 是上面有一點孔洞 有一點像是紗布 那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就覺得 這麼薄 然後上面又有一些孔洞 是不是吸水能力會很不好阿 結果沒有 它真的一張就可以剛好把我的臉擦乾 然後用起來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舒服之外呢 我還會把它當成那種 就是沾卸妝水的時候的那種卸妝精來用 那也因為它有一點像紗布 有一點孔洞 所以我有時候 譬如說晚上睡前後敷護唇膏 第二天我也會用那個沾水 然後把那個護唇膏擦掉 也有一點點去角質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真的太太太熱愛了 你們知道我錄這個影片之前阿 我就馬上去回購六盒 其實我一開始也不知道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在哪裡買 我在Terry家 然後偷用Terry他姊姊的 然後他說他是跟別人團購一起買 後來我上網搜尋 其實好像很多賣家都在賣 我真的太喜歡這個擦臉筋 而且我以前常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買了擦臉筋之後阿 我就沒有用 因為它的很多包裝很不方便 就是我明明臉絲手絲 我要抽出來就會把其他弄絲 就感覺不太衛生 然後就懶得用的時候也會忘記 可是這個阿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洗手台上面 我真的會很認真的每天用 然後非常的喜歡 跟你們分享 可以去試試看 這樣一盒一百抽 大概 我在網路上面看可能才六七十塊差不多 再來呢 另外一項呢 是我最近不能沒有的面膜 是寵愛知名的這個維他命B的這個面膜 這面膜真的是舒緩鎮定一級棒 他好像是讓你 就是什麼在痠後用的 有的人可能會去什麼換膚阿 什麼之後 他是設計讓你皮膚敏弱的時候 換膚之後用 可是我也沒在換膚 就是一般日常生活 我就很喜歡用這個 因為我現在常常臉會曬紅 欸那種紅是 真的就是 就覺得好像你是去海邊了嗎 可是沒有 我就在我家的陽台 就會曬到起枕子嘛 敷這個阿 真的好舒服 然後也不會有刺痛感 鎮定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我現在就是 只要不舒服 我就會想要敷這個 然後我一定還會再回購 那他的效果是這樣啦 然後他的面膜質很薄 所以非常的服貼 精華液也很多 所以我敷在臉上之後阿 我還會拿化妝棉 把他袋子裡面剩下的精華液把它沾出來 然後就是局部加強 譬如說如果顴骨很紅 我就會再疊一張化妝棉 或是這個眼下敷不到的地方 我也會再疊一張化妝棉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皮膚很容易因為曬 然後泛紅阿 敏感阿 這個真的超級超級棒 非常推薦你們都去試試看 然後再來呢 就是保養品的部分 我有分成三組 第一組呢 就是我晚上的時候用的 那主要就是在保濕 因為我發現我晚上的保養品如果擦得不夠滋潤 我第二天洗完臉之後 就是會那種摸起來很粗糙 然後會近看就會看到那種局部小脫皮 所以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滋潤 那這個呢 其實沒有愛用到非常久 大概就是這幾週 但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依賴它 就是Bobbi Brown的這個 它上面是寫Skin Serum 我就把它當成化妝水在用 然後它是那種有黏性的 它有一點厚度 所以我都直接把它倒在手上 然後雙手搓一搓 就在臉上這樣子按壓 這個步驟對我來說超級重要 因為它雖然後黏 有的人可能不喜歡 可是因為我就是會有那種小小的脫皮粗糙的感覺 然後好像擦保養品會擦不進去 一直在表面的感覺 可是用這個就是精華液形式的這個東西 這樣子按壓之後啊 會覺得那種 那種乾癢脫皮好像有一種被撫平的感覺 然後後續的保養品會很好吸收 所以這個真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的狀況的話 非常的推薦你去試試看 可是如果你是油肌 你一定會覺得它很悶 因為它就是有一點黏性的那種 然後它有像中藥的那個香味 所以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不喜歡 你們可以去櫃上試試看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會再擦他們家的這個乳液 這個乳液呢 欸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這種 丫頭的這種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 這個乳液啊 我喜歡它的地方就是 用量不需要很多 它就會非常非常的滋潤 而且它很好推 它擠出來之後也不是那種很黏稠也沒有 它的流動性也蠻好的 可是把它戳開按在臉上啊 你的臉就是很滋潤 然後它還會有那種就是油潤的那種光澤 我本來會覺得說很很潤很油潤那種保養品 是不是它就是膏體都是比較濃稠 其實這個也沒有 我把它擠在手上的時候 會覺得它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潤 但實際上按在臉上之後 它就是立刻就撫平你的那些乾燥細紋啊 小小的脫皮啊 所以這個是我最近大概一兩個禮拜 非常非常依賴非常喜歡的一組 而且用量很省耶 因為它真的真的非常的滋潤 然後再來呢 眼霜的部分我就還是跟之前一樣 會用LAMER的這個乳霜 就是把它當作眼霜來用 因為它很潤又不油膩 所以上在眼下這個地方 我是沒有長什麼小肉芽還是什麼的 反而讓第二天上妝的時候啊 眼下就不需要上太多的保濕品 不會弄整個這樣黏糊糊的 可是這個我現在 可能就是只有晚上才會用 再來呢 睡前我一定會厚敷的就是這個 LAMER的這個護唇蜜 有一點涼涼的 之前好像在逃難包還是哪裡 裡面有介紹過 我現在還是持續愛用這個護唇蜜 接下來呢 白天的保養步驟啊 我會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我不化妝的時候 只在家裡面不化妝的時候用的 另外一個系列就是 我會化妝的時候用的 那中間的差別就是我不化妝的時候 保養品我就想要清爽一點 因為天氣很熱整個臉 油油黏黏的其實也不舒服 那如果化妝的話 我覺得要再滋潤一點 不然那個底妝可能就沒有辦法那麼的服貼 所以呢 不化妝的時候呢 我第一個步驟通常會用這罐 這個敏感化提的這個化妝水 這我已經用掉了 一罐還兩罐了 這個化妝水啊 它就是 感覺很單純 它也不黏也沒有什麼香味 用起來非常的舒服 這是第一個步驟 然後 我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把它拿來濕敷 可是我不會太常這麼做 因為我有點捨不得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會用 也是敏感化提的這個 凝凍狀的這種 這種保濕品 這個其實我也不用擦很多 它的滋潤度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 本來這種凝凍狀的東西 我都會覺得它的滋潤度會不會不夠 可是其實這一罐啊 我用起來感覺很舒服 然後滋潤度是夠的 它會 不會讓你的臉黏黏的 就是譬如說風吹來 你的頭髮不會這樣黏在臉上 可是滋潤度也是有 當然如果後續要化妝 這個就遠遠不夠 可是如果不化妝的話 用這個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呢 眼霜的部分呢 我會用LAMARE的這個 這個是我覺得沒有那麼厚重 算是清爽 然後 它的味道也很舒服 用起來沒有什麼負擔 所以不化妝的時候呢 我就會 搭配這兩樣 就是保濕度也足夠 然後天氣很熱的時候 也不會黏膩的不舒服這樣 再來呢 不管化不化妝 我一定要用 就是我想要偷懶也不行 就是這個防曬 最近喜歡的是這一款 安耐曬的這個粉罐的這一罐 它的性數是 SPF50加 PA4個加 我最近為什麼想要偷懶也不行呢 因為我現在住的地方採光很好 然後台南太陽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我如果想要偷懶啊 我那天晚上就準備這兩條紅紅的去睡覺 第二天就要脫皮了 所以就變成我 一定要擦防曬 然後這一罐呢 真的有挽救我 就是不要被曬到爆炸 所以如果你們 很 就是很在意防曬的話呢 真的很推薦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在台南的 親身經驗 已經幫你們試驗過 它的防曬效果真的很不錯 因為我如果有擦這個 我就不會臉那麼乾燥起顆粒乾癢 就不會 然後這個呢 其實我在妝前也會用 它跟後續的底妝不太會打架 它擦起來的感覺啊 是滑滑的 可是通常這種 這樣 這是算什麼立可白式嗎 就搖得出聲音的這種防曬油啊 它如果擦起來滑滑的 我就會很怕它那種 粉滑粉滑白白會卡在 所有什麼死皮啦 毛細孔啊 就會卡紋路啊 後續底妝就會不貼又很乾 可是這罐我用起來沒有這個問題 我皮膚偏乾嘛 可是這個它滑是潤滑感的 所以擦起來是很舒服的 不會乾燥 也沒有油膩感 真的 不化妝 你就是只擦這個 後續我也沒有要疊蜜粉 因為就真的蠻舒服的 是一種潤滑的感覺 然後 對膚色的改變 我真的覺得要非常認真看的話 隱約會有 一點點 一點點 白一點點 但真的非常的不明顯 不會影響到化妝 也不會讓你走出去好像 臉上塗了什麼東西那麼白 所以這個真的是我最近 沒有它 我沒有辦法生活 我就很需要這個防曬 接下來呢 就是如果我要化妝的話呢 我呢 最近的化妝 就是主要是底妝的改變 就是量一定要少 不管是妝前的保養也不要用太多 然後也不要太油膩 底妝的用量也不要太多 因為天氣熱的時候我如果 譬如說保養品擦的比較油潤 底妝的量比較多 我就會 容易起那種 小疹子 或是皮膚會有一點不舒服 所以我都傾向 就是 減髮 不管是保養還是底妝的化法 都是這樣 那第一個步驟呢 我就不會用這個敏感化提的這個化妝水 我會用 IPSA的這個 化妝水 大概好像加流金水還是什麼的 反正我就把它當成化妝水來用 那這個呢 我覺得比敏感化提的更潤一點 它這個是有一點滑潤感覺的 所以第一步驟上的這個呢 我就會覺得臉上的死皮 有那種 不會講耶 就是那種粗硬的感覺 這種軟化的感覺 後續的保養品和底妝就會比較貼 那在這個之後呢 保濕的部分就會比不化妝的時候 再滋潤一點 但也不能太油潤 因為太油潤 後續底妝的部分啊 我可能蜜粉啊什麼定妝 我就要量要多一點 可是我想要清透一點 皮膚比較舒服 所以呢 我就會用這個去年好像有介紹過 只是現在天氣比較熱 我又拿出來一直用 真的非常喜歡 就是Bobbi Brown的這個 它好像設定是日霜 然後讓你化妝之前用 然後這個我看它沒有防曬系數 所以我有時候 譬如說回台北 藍了帶很多東西 我晚上也會用這個 這個啊它有 就有種柑橘類的香味 我覺得很有活力的感覺 然後這已經被我用掉 一大半了吧 因為這個是我去年就很愛用了 這個啊 它的這個膏體 感覺有 一種彈性的感覺 雖然聽起來很怪 但它就感覺那個 那個膏體好像裡面很多空氣 好像打很多空氣進去 有一種像慕斯感的那種很有彈性的感覺 然後它上在臉上呢 很潤 但是它很快就會吸收 它不會在表面油油這樣推來推去 不會 所以你後續上底妝的時候啊 它的那個潤度 可以幫助你底妝就是抓住 但是不會讓底妝在表面這樣 胡來胡去的 就是很 不會講 你們應該有經驗 太油潤的保濕瓶啊 後續底妝都會抓不住 可是這個不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啊 在妝前用真的非常非常的適合 然後再來呢眼下保濕的部分啊 其實我就會 也用他們家同一個系列的眼霜 可是 他們家這個系列的眼霜啊 就是 有點聞不出來 好像剛剛那個面霜比較 比較香 這好像 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那這個眼霜的質地啊 其實就是 滋潤度是夠 但是也是偏清爽 但它就沒有像剛剛那個面霜那種 比較Q彈的感覺 所以 這個眼霜 我化妝的時候 會用 但是如果譬如說回台北 不想要行李太重的話 我有時候妝前 就直接用LAMER的這個乳霜 效果也很好 所以這個是 稍微再清爽一點 天氣熱的時候 妝前用非常適合的眼霜 然後呢 再來 就是一定會上防曬 然後再來才化妝嘛 再來呢 就是 這個 今天要重點跟你們推薦 就是HEMI的這個 Lib Primer 跟專櫃比起來 我也會選擇買它 因為呢 它這個 Lib Primer是 如果你都習慣 擦那種很 滋潤油亮的唇膏的話 可能就還好 可是喜歡霧面唇膏的人 一定有一個困擾 就是你 呃 唇妝之前 上護唇膏 但它就會讓你的那個 霧面唇膏的霧面感就下降 就有點油亮油亮 可是HEMI的這個Lib Primer啊 它的那種 那種 膏體的 滑潤度啊 很有趣 它明明粉滑粉滑 但是又潤潤的 它擦起來啊 是霧面的 所以它不會改變你的唇膏的那個光澤 然後因為它是 有一點滑滑的嘛 所以它也有修飾唇紋的效果 加上它是潤滑感覺 所以它也有一點滋潤度 那我之前在IG就是 直播跟大家化妝聊天的時候 也有分享過這個 那個時候有網友問我說 那它真的很滋潤嗎 其實沒有 它應該沒有正常的護唇膏那麼滋潤 可是以Lib Primer來說 它真的算是很潤的 那我在擦唇膏之前啊 塗了之後啊 我這樣子塗完之後 其實 如果嘴巴死皮比較多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卡死皮 就沒有辦法塗得那麼均勻 因為它其實蠻軟的 我就會用手稍微推推 拍一拍什麼的 可是它 真的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的質地很舒服 然後 不會改變你唇膏的光澤 所以 我最近 真的只要畫唇膏 我就是會用這個搭地 你們如果有這個需求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 那至於它會不會讓你的唇妝更持久 我覺得沒有這個功能 它主要就是滋潤度 然後有點修飾唇紋 然後 不改變光澤 也沒有讓唇膏變得更持久 但我個人比較在意舒適度 持久我覺得還好 反正我就補就好了嘛 所以 對 以上呢 就是跟你們分享我 近期的 超級愛用的 保養品們 那如果你們 跟我 有一樣的困擾 然後有你們 愛用的東西 可以在底下推薦我 我也很樂意去試試看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 掰掰